tradition 這是仙蜂草 它很適合拿來主家人 廖宜佩林小金 是成大都市计划学系前后任的学姐妹 同样来自城市 却一起爱上七谷 一同创业 一起踩进台南偏乡渔村 做起食欲教育 而且一待就是五年 七谷是很美 然后它的产业环境都很棒 但我觉得真的能够在七谷待得这么久 最大的原因是人 我觉得在此鱼教育的路上 在七谷看到很多大家 愿意一起支持这样子教育的事情 这里认识的渔民 他在跟你讲他的理念 跟他所认识的生存方式的那种态度 让我觉得这群人 是一边想要做好生产 一边又想要保护自己家乡 那种感觉 有能力的话想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就跟着渔民合作 就一直到今天 大家还记得我刚刚里面养什么东西吗 乌鱼 乌鱼还有什么 泰国虾 泰国虾 名虾没有 如果名虾养得起来 我现在不会在这边了 邱创辉便是与股份鱼香 合作的青农之一 身为养殖渔民的第三代 邱创辉舍切了台积电的高薪茴香 从股份鱼香的理念中 逐渐改变只想赚大钱的想法 进而开放家里的闲置空间以及鱼温 配合股份鱼香 做起食鱼教育的体验活动 是不是我可以透过这个食鱼教育 让这些图乌鱼 知道我们这些鱼鱼 它是怎么成长 怎么大钱 要怎么对鱼鱼 变成蚕桌上的食物 这一步 这一步 就是他们知道我们这些土地 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无抗养殖 不使用抗生素的方式去养殖 然后保护这块土地 让我们永续经营 世世代代这块土地 可以继续繁衍下去 食鱼教育好好玩 旁边有一条 张文心右脚车妹爪 然后车妹爪的重点 所以你要慢慢念 所以右脚 右脚车妹爪 支持股份鱼香 留在七股做食鱼教育的 不只有当地渔民 还有建宫国小的师生 每周五的放学时间 他们都会到学校 培训小小解说员 而建宫国小 也正是他们来到七股的起点 他们对这一个社区这边 非常的有概念 而且非常有热忱 那学校本来就是负责 教育小朋友的工作 刚好跟他们的 就是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已经持续 蛮多年都跟他们 一起来合作 廖宜佩与林小金 将七股的产业变化 编成教材 和哈什么哈 跟这是什么鱼 两本未本 除了讲述七股养殖鱼业的演变 他们会更关心他们的家长 那在家长的部分 也是很支持学校去做这样子 产业的一个学习的传承 我们在推广这个食育教育 对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他们才能够对自己的在地有所了解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就是能够自在地学永续 大概就是古诗伟金 他们外面在市场上卖的最小的 就是大概古诗伟金开始 他们就会来抓 除了文革和施木鱼 白虾是今年新开的课程 廖宜佩和林小金 企图将七股七宝 也就是施木鱼 文革 白虾 乌鱼 五锅鱼 石斑和牡蛎都介绍完 向大众传递七股低密度 纯海水生态养殖的特色 食育教育的重点就是 让更多人关心养殖鱼业 那你关心了 养殖鱼民知道有人在关心它了 它才会去反归 反回来去思考 自己的养鱼的方式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然后间接地对我们的环境 有一些控制 资源的保护 透过设计好玩的游戏 然后去让大家去认识 说原来餐桌上的这条鱼 它的生产过程是这样 那原来养殖鱼业 也可以有友善的方式 不破坏环境的方式去做养殖 所以我们就希望 透过古分鱼像 在推广的食育教育 可以把消费者 跟生产者之间的距离拉近 取之于地方 回馈于地方 是两位青春女孩 透过食育教育 给予老渔村最大的回馈 未来 他们也希望 继续以社会企业模式 串联各方资源 让食育教育成为引擎 为渔村铺设 更美好的愿景